沒有經過法院什麼都沒有 那是一個政制來的 你走去釋法 你明白嗎 如果你純粹講釋法 你是要經過法院有案 然後做一個終極審判之前 發現呢 就可能牽涉和中央有關 所以就要呈職 由終審法院的法官 在判案之前 呈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正常的程序是這樣 可能這次呢 就赤裸裸了 理你也有味 因為03年有50萬人上街 04年用不容易 給你立法會過半數 於是發了瘋 就亂來 那個叫426釋法 我將政制推到2017之後 不是 2007、2008都沒有 告訴你 然後再來 再來 2007年12月底那個 它不叫釋法 人大決定 簡直是那個 又進一步了 這個決定更離譜 簡直是扭曲了整個基本法 喂 以前呢 就是 你香港政府 就提出一個政制方案 接著就經過 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再交給人 行政長官同意 接著就送去人大常委會 批准或者備案 是嗎 是這樣的嗎 現在呢 你在特區政府 制定這個政制方案之前 要先打上去人大 這樣嘛 大哥 我是不是解釋給那些人聽嗎 喂 越來越收緊 赤裸裸 赤裸裸伸一隻手 喂 是未爭在 你不要搞 我叫你搞你就搞 你不准搞就沒得搞 現在的形式上就是人大決定 人大的權力就凌駕了你香港 是不是 那就是人大咯 因為香港的基本法是人大制定的嘛 因為根據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我們有個道理在這裏嘛 對不對 在香港幾十年 爭取了民主 當初的律師 都排隊去遊行 都穿了律師帽 跟著陸投入遊行完之後呢 又參加一個小圈子選舉 樂之不疲 是嗎 還要禮橫節曲 那為什麼當年他們又走去遊行 禮橫節曲為了霸位 你被他吹仗 不霸這些位置便宜了對面 你明白嗎 我們送了一些照片給他 是呀 當年遊行的照片 下次你論壇的時候你展示那些 當年香港的 穿著一件黑袍 你這班大狀 沒有出聲 沉默的遊行 沉默遊行 大家就樂於不疲地 參與這個小圈子選舉 就是由釋法到變成決定 是嗎 到遲些變成就是一個命令 就是一個動作 哈哈 說釋法有一次是我引起的 是呀 二五嘛 我沒說 那次我沒說 是呀 是呀 我只說了 零五年 我只說到零四年 零五年那次釋法 就是任期問題 哈哈 兩年任期 還是五年任期 是不是 這個就是 今天就變成第三個 那次我問他們 你這麼多大律師 為何沒有人做司法覆核的呢 是不是 沒有人肯做 那我去做 那次 他們從來沒有做的 你明白嗎 喂 大哥 長毛真是慘 兩宗司法覆核加起來 現在要給一百 不知六十幾萬 那次我都花了幾萬 你六萬 真的 不用花錢 真的 那些錢我下來搞地區工作 好過 他們的大狀 你看 和有錢人分身家 是不是 司法覆核沒有他們反 那些香港坐牢的人 不能投票 是不是 有些人要吵 要司法覆核 就不讓那些大狀撲出來捍衛小市民的權益 現在不是要長毛去司法覆核 又是長毛做 你都要錢的 大哥 你明白嗎 輸了又要錢的 給堂費的 我們真的很淒涼 現在想想想 真是都不知道為什麽 是不是 所以聽我們節目的那些朋友 真是希望你們真的 在這次選舉 真真正正真是把你們的選票 發揮的作用 是不是 如果你不支持我們社會民主連線 是不是 我們都沒有什麽運行 是不是 不是 不是我們個人 或者社會民營 有沒有運行 是整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整個香港民主運動 究竟跟著下去怎麽行 是不是 如果你說立法會裡面 少了幾把聲音 就是跟著在未來那四年 就回這個政制 這個小市民的權益 這個政府的施政報告 過不過 或者財政預算案 過不過呢 我絕對相信 如果沒有了社民營這幾把聲音 跟著下來的立法會一言堂 現在你看到整個政治光譜 已經很清晰了 剩下我們這班死硬派 已經沒有了 整個立法會 包括民主派 是沒有的 我們不是說自己往自己面上貼金 事實上是沒有的 你明白嗎 你找個給我看 沒有了 現在是 那裏慘了 你明白嗎 你看那些辯論 真的有時候 我聽到那些辯論 我都搖頭 搖頭不是因為民建聯那班 自由黨說話的時候 我搖頭 看到一些泛民議員的辯論 那些言辭我都搖頭 雲拍都不齊 我最近看劉千石過去的那些 就是投票的紀錄 真是吐血 我告訴你 喂 他有投嗎 很多時候不見他的 不是啊 有投的那些立場都有問題 大部分時間不見他的 有幾單包括工人利益那些 他投票都是投得不對的 有時候他出政就不斷倒一倒 李卓人說得好 他不是沒有開會 不過他沒有說話而已 他跟著不在 跟著大部分時間不在 是吧 投票的時候 間中就回來一兩次 所以我就說 如果劉千石我輸給他 我們真的要退出江湖了 大陸 我們沒有什麼滅目可以再去 那可能證明 這個總聯辦的選舉成功 你想想中聯辦在深水埗動員 包括明的暗的 黑的 黃的 白的 全部動員了 所以就算你最後輸給劉千石 你不是輸給劉千石 你是輸給這個中央政府 在香港那個選舉的機器 所以你不要看單純 那個選舉是你和某一個人 你就是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自然去做這個選舉 聽你講 問你老婆借了一百萬 去做這個選舉 很大的 人家不是 是吧 所以 我現在下去了 有時候幫忙 他們貼海報 我又下去 做了 貼海報 哇 人家七八個人 一個街市民 就是唸海報 七八個人 一個街市 唸一個街市 唸一個街市 唸一個區 我那天去保安島街市 唷 全部都嵌山的 要唸四五張 唷 大佬有些道德才可以 有十幾個候選人 你一個人貼四張 這些就是民建聯 沒有錢 這些全部都是錢 你怎麼給我有錢 拿一堆錢出來 全香港的玻璃空 所以這一次就是 證明香港的選民的政治的智慧 怎樣利用投票 來證明香港人的民主取向 決定在哪 很簡單 他有多少錢都沒有用 那張票在你手 你走過去投票 那張秘密投票來的 講完 是吧 真真正正當家作主的時候 就是你拿著選票 進入箱那裡 是吧 有些人給你錢 我就建議你 錢照收 票就不同頭髮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禮拜一再見 拜拜